那這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 那其實李執行長長期來其實都跟HECON都是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從他在台北市政府擔任資訊局的時候 其實也每一屆都有來參加HECON 而且類似的Panel其實也都有執行長的影子 那其實今年2021年在疫情稍微和緩之後 其實我們又再度能夠約到李執行長來跟大家介紹 新的這種Mobility的這種Living的概念 那我們時間就交給李執行長大家一起熱烈的掌聲歡迎 謝謝 OK 謝謝大家 所以今天很高興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東西 那我想未來的世界說實在 純軟體純硬體都很難生存 所以未來跟軟硬體要合在一起 那軟硬體合在一起到底怎麼樣去運作 其實就變成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因為純硬體的人其實對軟體的概念完全不一樣 那軟體去開硬體其實又有一個門檻 所以這兩個人要在一起工作 說實在的它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磨合 可是這件事情又非做不可 那我們今天它主要談的對象是EV 我們所謂的電動車 大家知道電動車其實就是非常非常越來越數位化 當你數位化到一個程度 其實我們現在IT security的情境 一定在EV security上面一定會重新 重新都再出現 但是我們還要回到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一路這樣子披荊斬棘 然後辛辛苦苦做到現在這種情境要再演一次嗎 這當然不是我們需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洪海研究院就跟幾個 就像剛剛講的中華治安 奧義 然後MRT 然後或是BSI這些 其實還有公營院還有職車會 我們大概在合作 想要做一個Living Lab 這Living Lab能夠幫助大家 能夠很快的去測試你產品 或是說Test一些治安的東西 或是在教學上面讓學生可以接觸到 EV這個環境裡面的security issue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理想跟抱負 那洪海研究院今年1月4號掛牌 其實掛牌到現在大概10個月 所以很多人很好奇 那我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我會討論說 那我們從IT security到EV security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經驗到底怎麼樣去apply到 可不可以apply到EV上面來 因為你知道 把E拿掉講Vehicle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封閉 非常非常封閉的場域 但是洪海做了一個march的平台 希望把它變成一個public open source的一個平台之後 也許這個門檻就會降下來 因為它已經不像以前的油車 那你有很多的wire system 其實非常非常封閉 而且專利都在人家身上 所以你大概很難進到這個產業 那EV也許是一個機會 那我們待會稍微聊一下 那重點放在software define 你居然EV其實你對它的期待 就不是只是用電這件事情而已 而是它的數位化程度 當數位化之後 其實很多東西就可以開始想像 當開始想像之後你就知道 我們現在的數位化社會所面臨到的環境 在EV上面幾乎EV就是一個小世界了 這個世界什麼事都會發生 所以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它會有些challenge 還有些機會發生 那最後我會講一下 我們那個mobility lab 我們想要做什麼 那鴻海研究院 鴻海研究院 鴻海研究院是很 大家都知道它很強的一個製造業 那現在就是我們董事長 希望說能夠有更多的一些 因為你知道跟著科技才有辦法引領 那鴻海研究 鴻海集團裡面其實它的工藝 所謂的工程engineering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強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在短期之內一兩年的東西 他們可以顧得很好 但是要長期研究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現在是希望說 有一個穩定的一個研發力量 走在整個公司的前面去引領 所以我們會將創新或靈感這種東西 與鴻海科技的品質這種東西的價值觀 能不能結合 然後我們可以去研發一流的一個前瞻技術 可以打造一個全新的system 所以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那我們就不是在做傳統鴻海在做的事情 所以就根據說市場規模到底要夠大 你才有意思去到這個市場裡面 第二個就是你所謂的那種年複合成長率要夠高 沒有20%其實新的人很難進來 所以假設年複合成長率超過20% 然後這個產業有這樣的年複合成長率 台灣的產業本身的實力 或是它的能力又能夠搭上的話 這樣的東西應該是我們想要追尋的下一波的新產業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鴻海定義了一個3加3 那所謂3 三個產業就是所謂的電動車 所謂的機器人 所謂的健康數位 數位健康 那這個三個產業裡面需要的技術 核心技術會是什麼呢 這邊就看到 所以我們訂了五大鎖 那這五大鎖裡面就有人工智慧 大家知道EV裡面以後的人工智慧一定會越來越多 然後會有半導體 因為車子裡面很多的地方是屬於高壓 高溫 高頻 那現在屬於矽晶的這種半導體 可能會比較不好運作 所以未來所謂的Gany Nitride 那些東西就所謂化合物半導體可能會起來 那這時候半導體研究所就要開始往這個方向 所以他們要研發第三代半導體的技術 那未來新能源車這裡面就很重要 所以就會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想什麼東西 那第三個新世紀通訊研究所 車子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家都在談 車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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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談很久了 那現在看起來是真的要開始進入車聯網時代 所以V2X 你的Vehicle to Anything 你對旁邊的RSU 對交通號資 對人 對其他的車子 這上面的新的通訊 甚至可能低軌道衛星 都會影響到未來的mobility 那這些新的技術 你要怎麼去掌握它 那資通安全跟量子 3加3裡面只有3 那為什麼多後面兩個 因為資通安全就不用提了 因為它是一個must 所以所有的產品裡面都必須考量資訊安全 所以資安所就變成裡面重要的一個所 那量子鎖是寄予未來 所以五年以後可能就是量子鎖的天下 開始 應該開始就有量子 因為大家對量子 剛剛我看到進來的時候 就看到說有那個 後量子密碼在真人 中文醫院 對 當量子的量子 我們對量子計算 computing有一些期待 它的計算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能不能幫我們更有效的去解決問題 那這時候這可能是我們下一代 需要的算力來源 我覺得我在台上應該可以不用戴口罩吧 ok 因為再戴下去我可能就講不完了 ok 好不好 所以那一個研究院說實在的 研究院跟產品之間 大家一定很好奇 研究院跟產品之間 它的距離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我簡單的去講 從science到technology到engineering 大概就是這樣的區別 science基本上是給你做夢 是讓你做夢用的 ok technology是讓你做夢用的 engineering是讓你原夢用的 所以ok 工廠裡面care是engineering 學校care的是science 那研究院就是變成在science跟technology 跟engineering中間 我們要找到一個定位 那這個定位可以幫助整個集團往前走 但是你又不會花很多的力氣 去做那些比較天馬行空的東西 所以這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定位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最難的地方在於 定題目 定題目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至於定了什麼題目可能就不適合講了 如果我們的車子是這樣的system就會出問題了 所以security issue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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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直接講這邊好了 那我們從IT security出身的人 今天要到EV security 我們回頭看看我們曾經遇到哪些事情 第一個 後面那句話是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賴先生老師跟我們講的話 講到現在我覺得還是有他的道理在 資安的東西講起來重要 做起來吃藥 忙起來不要 OK 大家有 大家說你真的做資安 你應該很容易體會這件事情 你今天如果做問卷調查 去問大家資安到底這麼重要 絕對不會有人說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實際在上負責 負責業務的時候 當叫你做的時候 當你叫做評估的時候 資安絕對比業務弱紅 那當你在盲訂單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想到資安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資安的宿命 它就是個配角 OK 但是今天講到車子的時候 可能就不是了 假設沒有資安就沒有新安 這件事情是大家認同的話 那就沒得妥協了 OK 當沒得妥協的時候 資安就會有一條路了 今天早上的新聞 對不對 現在上市貴公司需要111個資安長 OK 那CISO就出現了 CIO跟CISO是不一樣的人 他們是不一樣的人 思維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今天這些東西 那你在設計時候 你在設計車子的時候 你今天就會看到CIO跟CISO要對抗 因為CISO你要care的是security CIO要care的是performance OK 這些東西都會在現在我們的產業裡面 在同時發生 那再過來你會遇到的是成本的問題 資安中資訊中心裡面 都被當作是成本 CISO在講資安的時候更是成本 所以它是一個cost center 因為它不是生產 可是在車子裡面會不會做一個改變 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改變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談 譬如說我們在談車子裡面 有很多的資安 會有很多的AI的service 那AI service會創造很多的價值 這些價值裡面 有沒有辦法拿一部分來做資安 所以它可能是有機會的 OK 但是對資安來講可能就比較辛苦 但是未來不能妥協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大家的思維會變 你知道我們是期待這件事情的改變 那資安是一個軍備競賽 也就是說它是打不完的仗 那打不完的仗會因為EV出來之後 就沒有了嗎不可能 它一定會一直持續的出現 那這種情況之下 資安就是絕對是一個must 既然是一個must 我們今天走了 從最早開始 像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們只有密碼學 後來有了資訊安全 後來有了資訊安全管理 後來有了隱私 所以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越大 越來越重視這件事情 這些我們累積的經驗 當我們在做密碼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網路安全的概念 因為網路那時候不是那麼發達的東西 當網路來的時候 開始有網路安全的概念 當開始管理網路 真的進到我們的業務裡面的時候 開始談到網路安全管理 資訊安全管理 所以這樣的一個思維模式 回到車子這個場域裡面來的時候 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產品設備上面的安全問題 對不對 然後裡面很多的軟體需要被管理 整台車子其實就是一個system 那它的安全管理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今天做資安的人是有機會 絕對是有機會 而且是本來就應該 就花班的力量去轉換到那個地方 帶給我們更安全的一個新的安全 我今天跟這個是有仇嗎 那台灣的資安機會到底有沒有大 就我們剛剛講過 這應該少兩個字 EV到底大不大 市場規模它夠大 它好幾百億 年複合車上率超過20% 那台灣的長處怎麼發揮 我們太熟ICT了 而且整個車子纏的是供應鏈 沒有人比台灣更熟悉供應鏈的管理 所以車子不是你馬上就可以做出來 或你自己公司就可以纏出來 它基本上建得到供應鏈管理 那台灣是這麼厲害 台灣是數位島 所以我們的數位能力可能是 國際間數一數二的 那人才培育的方面 從TISC開始已經幾十年 其實培養了很多很多的資訊安全的人才 但是沒有舞台 那有沒有機會在這個裡面 我們去把這些人才真正都發揮出來 像現在突然需要好多資安長 資安長在哪裡 資安長不是你學過資安就可以當的 對不對 這些人在哪裡 有沒有辦法把這些人挖出來 EV Security一樣 這些人在哪裡 有沒有機會把他挖出來 當他是一個產業的時候就有機會 不然的話我們所有人都去做半導體了 對 那資安的人在哪裡 資安的人都IT home IT home的消息說 四個位置搶一個人 那怎麼辦 資安也很缺人啊 當你大家在做半導體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產品都有資安問題怎麼辦 所以資安變成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單純只是技術問題了 但是台灣有一點好處 台灣是被trusted的 資安問題其實背後都behind 都是一個trusted的issue 對不對 我如果不信任你 很多東西其實講不清楚的 OK 經過認證so what 你經過紅隊演練 你經過滲透測試 你經過什麼什麼東西 都你還是會出事 所以必須要有這個認知 OK 這些東西都需要 都awareness還是很重要 那怎麼樣讓資安 這個餅夠大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市產業做起來 所以需要有人去 把這件事情做起來 所以我們願意做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願意做 我們到底做了哪些事 我覺得這邊可能太遠了 OK 那我這邊講case study casecase是四個字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今天講EV的趨勢來講 我們會講connected 對我們會講autominus 我們會講share 我們會講electric 那這四件東西都代表著 某些程度的資安 所以如果我們做得好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字 重新排列變成s 那我們能不能做到這件事情 台灣有沒有辦法 在case到s的過程裡面 佔有一席之地 然後我們有一個機會 去搶到發言權 OK 什麼叫case 對connected的 你就談到通訊安全 autominus 很多software define 或是AI的問題 share的需要privacy electric的談的是 我們的infrastructure 對不對 我們需要電 我們的電 我們的電網跟以前的電網 可能不是一樣的東西了 我們的電的安全 會不會變得更重要 電的管理到底該怎麼做 這裡面也有很多很多security issue 所以如果大家都還是在做網路安全 已經沒有辦法應付未來的世界了 所以我們怎麼樣 把我們的力量分散出來去做 大家找到自己想有利的部分 去把這個拼圖給拼完 不要通通做一樣類似的事情 那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市場 我們把市場打開有沒有機會 這我們很好奇 我今天沒有給大家答案 因為我不可能有這樣的答案 OK 那這是自駕車裡面 大家看到都喜歡談這邊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3到Level 4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站在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上 大家開始有些車子進到Level 3 號稱它有Level 3 那為了要進入Level 4的時候 這個關鍵點是我們必須要把握的 OK 那這個東西裡面我們會看到說 Level 3現在政府的態度 還是比較趨向保留的 OK 那原則上它會有一些機會 那就是說它是 就是駕駛者還是得碰到車子這件事情 可是它還是有點怕 因為你很多時間 你看在美國國外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Level 4裡面的話 技術開始現在慢慢出現 但是它還有很多的問題 你敢不敢Hand over the control OK 那這裡面其實沒有fallback的機會 那這裡面要談到AI AI裡面很重要 但是AI裡面現在有這些問題 它是沒辦法解釋的 它裡面有BIOS 就是說假設你今天讀的 像之前 之前Tesla撞到白色車子對不對 它的訓練樣本不夠 它不認識這樣的事情 它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東西 就不會產生這樣的一個knowledge 它不會做這件事情 那ethical issue 假設你要研究自駕的時候 你要去做這些behavior 你畢竟要蒐集很多driver的行為 它駕駛的behavior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牽扯到privacy issue 所以或是ethical issue 那ethical issue是當車子遇到 要決定的時候 你敢不敢讓車子做決策 所以我們這樣很有名的 不是trolley problem嗎 你到底要去自撞 還是要撞人 那今天車子的設計是什麼 如果是argry人 那就很慘 你必須決定你要A還是B 那如果是AI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這樣的機會 去避開trolley problem 這東西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在環境裡面 因為畢竟有很多的變數 AI是不是有機會去 比較有效的解決trolley problem 這我不曉得 那因為AI 它就等於說 我今天在學習中 不斷地學習 你知道現在我們很多 推動AI project的時候 到最後都失敗在它的更換頻率 你要維護它 所謂的維護它 就是過一陣子 你可能要重新訓練 重新訓練 上架可能就至少需要一個月 你訓練完畢之後上架 過一陣子你可能又要重新訓練 所以你就維護它的那個 那個準確性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成本 那當你的行為一直在改變的時候 那你的車 你的AI怎麼樣跟上 跟上這個行為 原來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在business裡面 我們可能還應付得了 在車子上面有沒有辦法應付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那security of AI 是我們現在非常非常有興趣的一件事情 我們不是講AI for cybersecurity 我們是講security of AI 因為AI本身 當你進到IT system變成它的一個環節的時候 我們對它就非常有興趣 我們想要攻擊它 對不對 不論話就不能叫駭客了嘛 對 那居然有一個AI system在那邊 你又沒有辦法解釋它 裡面有BIOS 裡面有什麼什麼這一大堆東西 那有沒有幾乎 創造一個更好的黑盒子 它就是一個黑盒子 連製造人都保不清楚怎麼回事的時候 我去攻擊它 一旦成功之後 你怎麼修復它 以前我們在做軟體分包的時候 包出去的軟體拿回來之後 你會check它的 functionality 如果是ok就ok 可是AI 你今天驗證它ok 它的accuracy是ok到99.999% 就突然有一天它變80%了 那這叫bug嗎 如果它不叫bug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很多的東西都必須要被改變 那到了Level 5 現在Level 5基本上來講 很少 我們現在大概很少看到 就是一般人用的車子去做自駕 那有一個很長很長的Journey要去做 所以現在也許我們都習慣講說 用Divine Conquer的approach去慢慢慢慢 也許是從貨運開始去做 所以這裡面有重點是放在Level 4這邊 我們開始有些疑慮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早佈局 ok 那所以我放在Level 4那邊 我們會放在Software Define這個角度去看它 那Software Define的時候 我們今天看一個事實就好了 McCancy McCancy它有一個數據 你看看到這邊講 你大概有150個ECU ECU等於是車子裡面的小電腦一樣 然後帶有100個Million lines of code 你就知道這樣一個數字 比我們現在你們各位手上 所有用的所有的系統 它的line of code都要多 那如果我們現在用的這些系統裡面的這些軟體 都充滿了這麼多的機會 給駭客的時候 那這個車子上面會有多少 尤其他們的開發並不是像 我們現在軟體開發其實算是蠻嚴謹的 假設你按照那些標準去做的時候 其實是蠻嚴謹 但車子裡面它的軟體的開發的 的guide line到底是什麼 它有沒有System Developers 的一個Life Cycle的管理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100多萬行的code 到底該怎麼會 那他們還預測到了 2030年裡面來講的時候 這時候會有300個Million的line of code line of software code在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的PC的OS 不過40個Million而已 所以這裡面可以想像的 會有存在多大的問題 OK 那我們有很多的algorithm 他都放在observation跟control上面 所以你說它有多關鍵 他們在負責control 他們在負責observation 因為observation的下一個階段 你就是必須要做decision decision之後就要被control 所以這邊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在這邊 然後又有OTA OTA當你在做OTA的時候 就是on the air你去做update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常常在update 你怎麼可能說換到車子上面之後 你的技術突然進步到不用update 不可能 update是一個必然的東西 但是update的時候 你又有版本的問題 又有硬體compatible的問題 這麼多的問題搬到車子上面之後 這又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因為你的update都不會在家裡面 你可能在路上 你可能在車庫裡面 在一個open public的環境裡面 去做update 那update的時候 你的車款A跟車款B裡面 你是不是OK的 對 就是說同樣一台車子 同樣一台公司的車子 A款跟B款 它compatible嘛 如果不compatible 你還必須要能夠去認證出來 每一台車子就必須要能夠區分的出來 對 這些東西都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update以後 車子是要經過認證的 那你今天認證完畢之後的update 還算嗎 可能就不算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原來認證的是你那個版本 今天你update以後 OTAupdate以後 新的版本是不是還符合 原來車輛檢查的標準 OK 所以這裡面有太多太多東西可以玩了 那尤其是AI 我們現在對AI的control 其實對它的理解性 它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decision 基本上還像是一個black blade box 那黑盒子的東西 我們怎麼去確認 它是安全的 OK 這都是問題 OK 那這句話 馬克圖文的話我蠻喜歡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AI 我們講AI security 那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對不對 因為你每一個時代 條件都不一樣 所以它不會去repeat 但是它rhymes 它會押韻 會很像 那在很像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 AI security 跟IT security 它應該也會很像 我們其實可以想像的出來 它應該很像 我們在原來在IT security的那個過程 能不能在AI security 因為還沒有開始 正要開始 正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能夠 security by design的概念 在AI的modeling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做好這件事情 甚至你從data收集 就應該開始注意了 OK OK 那我再稍微 稍微這個定義 不是我們定義的 它是我們從美國國家科學 科技管理的NSTC裡面 去把它翻出來的 security of AI 是我們有興趣的題目 就是AI系統的規格驗證 確保功能安全 強姦性跟公平性 那AI做的決策能夠被信任 那偵測跟減少對抗 對抗案例的輸入 所以就是我們所謂的 adversary inputs OK 然後我們希望說 AI empowered system 能夠被trust 這是我們談的 AI of security 那大家比較常聽到的是 AI for cyber security 就是你能不能自動化的 或是半自動化的 去做治安 等於說利用AI的智慧能力 智能的能力 去幫助你去detect 所謂的threats 或是所謂的vulnerabilities OK 那你是不是能夠做 治安的防禦 自動的話去做 能不能對治安去做 尤其是prediction analysis 這是我們現在 大家看到比較多的 因為這地方做的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 研究院的力氣 就不會花在這邊 我們就比較花力氣去試試看 把security of AI 能不能define出來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 join進來 大家一起去研究這個領域 OK 那這就是後面幾個案例 都非常非常的 大家都非常非常常見了 所以我不會花太多時間 給大家看 只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再重新拿出來檢視 我們看一下說 這樣的一些行為 如果放在車子上面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OK 這是yolo 2 所以我們不是在挑戰yolo yolo 2 yolo 2已經到 現在已經到yolo 4了 所以也許沒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在yolo 2的時候 人家做了這樣一個實驗 我可以看得見 有些人是人 有些人不是人了 只是因為你有一些 有一些圖案去干擾他了 那這時候 如果你的車子的camera 在偵測前面行人的時候 這個人剛好穿著這個T恤怎麼辦 他就跟那一台Tesla的 遇到倒掉的白色車貨車一樣 直接就上去了 因為他根本沒有看見 OK 所以這種東西就變成有點可怕了 OK 那這是另外歐盟就是 Nisa這邊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如果系統正常輸出是左上角 它可以看到一個signal的標誌 兩個signal的標誌 但是如果說我們加影像到每一個 每個pixel去干擾它的時候 它會看到左下角這個東西 它會有一百多個標誌 那這個當然攻擊上面 上面是可行的 但實際上在攻擊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討論嘛 說假設你在你的那個camera上面 貼一個mask 那這個車子可能就錯亂了 OK 等於說它出去之後 就到處都是 到處都是signal 然後搞到它真的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決定 OK 這些東西都只是想像 我們只是把現有的案例 假設到車子上面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OK 這些AI system 如果說今天跑到車子上面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坐在車子上面了 那是不是會有一些令人害怕的事情上面 所以physical world attack 像歐盟那邊 歐洲也有人做 我們今天在那個stop sign上面 如果貼一個什麼sticker 他可能就認不出這是stop sign 然後可能在人行道上貼一個什麼sticker 他可能就不知道這裡是一個人行道 OK 那這樣的事情其實已經被很多人很多人去做實驗去玩 但是我們不希望它玩到真正的實體環境裡面去 OK 那所以在EVA挑戰裡面第一個軟硬整 我們剛剛講過軟體跟硬體現在不可能分開玩了 我們要把它放在一起玩 這張圖不是要告訴大家什麼 只是告訴大家好多 對 非常非常多的情境 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對 你今天有什麼security assistant 有navigation assistant 有digital term signals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原來做治安的人其實是不熟悉的 是不熟悉的 所以你今天要進到這個地方 開始去了解什麼叫OBD 對不對 你必須要去了解什麼叫adaptive cruise control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裡面在談什麼 這裡面的system在談什麼 它的can bus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它的mcu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的telematic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就變成是我們比較陌生的東西 但是軟硬整合之後 軟體的人不能不能 必須要能夠跟硬體的溝通 硬體必須要跟軟體的溝通 未來也許出現軟硬都有的人才 但是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support是兩邊的人一起合作 怎麼co-work 怎麼變成一個teaming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個圖只是讓大家看到說 哇真的好複雜好多 那這樣你可以看到 左邊其實看到很多的sensor 很多的camera 很多的lidar radar這些東西 它會fusion在一起 可能經過ADAS的系統去幫你做一些decision 那ADAS system會不會被攻擊 如果ADAS system被攻擊的話 會不會產生錯誤的一個driving decision 那這些東西都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那都是現在基本上目前的車子並沒有去討論這些問題 那這是資訊安全的東西 這東西如果大家做治安的就很容易懂了 我們這裡面就有很多的 很多比較 比較應該說一看就知道的 這些東西如果換算 換算成我們現在IT security裡面 其實你沒有一樣 你都是看過的東西 什麼DOS attack Fishing attack 對不對 然後NP attack 然後什麼Password key 這些都很常見 現在只說換到車子上面去來了 所以其實大家轉換過來 其實情境並不難理解 但是solution可能需要花一點功夫 因為它的system 跟我們現在的information system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並不是要跟大家介紹說 這裡面的細節 只是跟大家講說 這裡面真的很多東西可以玩 我們沒有必要都玩一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找到自己有興趣的 GPS LIDAR 對不對 然後OBD ECU CAMERA 什麼 然後Key 然後Bluetooth 這邊都有 Bluetooth可能就比較是 我們所謂的IVI的東西 那講到infrastructure裡面當然更多了 對 以後將來車子要對車子 現在講到4G 將來5G 5G以後可能講到衛星 OK 那這些東西 那地軌道衛星 這些東西的communication security 到底要怎麼做 可能跟我們現在的TCP IP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不可以把HTTPS放上去吧 它的real time的能力也不夠啊 車子很多東西都是需要real time的 OK 那錄測設備 尤其我們現在對RSU非常有興趣 road side unit 車子要靠很多road side unit之間 當然 當你去看網路可以看到很多車子的想像 說未來如果可以VtoV的時候 我還需要road side嗎 那可能是未來的一個想像空間 但是現在來看你的RSU還是非常重要 你車子要跟路側路邊設備去做communication 去了解目前是不是屬於塞車的狀況 或是目前的耗製 耗製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這些東西都可以靠路邊去告訴你 那你可以收集附近所有的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去做decision 你要加速你要怎麼樣 還是你要換路 那未來都會變得非常智慧化 是因為有很多的路邊設備會幫你做監視監控 會告訴你數據 那現在講到雲端 對像PK他們就很多 很多那種雲端的東西 他們在講VSAC 就Vehicle的SAC 所以Vehicle以後可能也會有SAC 那你很多的information 其實每隔一陣子可能要update到雲端上面去 所以也會有一些SAC 也有雲端的東西 那你像OTA OTA很多的東西可能也在雲端上面 可能要到路側 然後路邊再update 所以裡面很多很多 那行控中心整體營運 所以漏洞回報跟管理機制 我們現在IT部門其實做的沒有 就已經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在車子上面有沒有可能做的更好 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不希望 在做治安的時候 其實最難最難的還是一些information sharing 的工作 大家怎麼樣開城不光的 願意把這個information share出去 然後不會影響到 因為大家都很怕說 萬一這個information share 像銀行如果說他的被客戶 被駭客入侵 然後把這些資料偷走之後 他就會很擔心他的reputation 或擔心他的客戶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擠兌 所以很多東西他是不願意拿出來的 那車子會變得更open嗎 我會告訴你 我的Type S 怎麼Type 3 會被攻擊 大家開車要小心 你會講這件事嗎 如果不會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那怎麼樣能夠及時 因為我們可能 Zio Day Attack的忍受時數 會變 時間會變得更短 我們現在Zio Day可能還忍受 還有一段時間 那今天在車子上我可以忍受多久 今天如果說你忍受18小時 也就是說在48小時之內 你開車出去都有可能會被攻擊 所以車子會變成一個 比原來我們IT的security 還要更critical 更sensitive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需要更多更多的人 那我相信在這個環境裡面 沒有人敢輕忽他 OK 那我可能講快一點 那這個情境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每一個情境你都可以想像得出來 他在我們現實社會裡面 或我們IT system裡面 其實都有 都發生過 第一個人說communication stack的 一個vulnerability的探測 然後你的軟體被hacking access 可以允許到你去access這台車 所以這邊我就不花時間講 等於說 這是survey出來的 他的reference沒有刪掉了 這11個情境裡面 都是在 我記得是歐盟的一份文件裡面都有 那這些文件你看到 其實如果不跟你講是車 其實你大概不太容易發現 除了裡面有些字 有講到car以外 基本上就跟我們現在沒有什麼兩樣 OK 那這個是說 也是那邊有source Cyber security的start token 這裡面可以看到 這有太多太多的 在user service 或是b2b service上面 有太多太多的機會了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東西裡面 可以讓你產生差異性的service 對你可以利用security 讓你的車子跟人家的車子間 產生差異性的一個service 不一樣 OK 那他有機會去產生新的一個business model 新的new model 新的new model 因為他是一個must OK OK 所以剛剛講 那這個市場到底有多大 我們剛剛講的是 最前面是講說 我們選定EV 當作是我們的一個new 就是一個新的一個ecosystem 一個business的ecosystem 但是這裡面代表security 大概有多少多少的機會在裡面 那這是一個research center 他做的一個數據顯示 在Marki Marki上面大概是2019年 大概2.4個billion 那2025年會到6個billion 那Kager是4.9 那我們當初在估的時候 大概23左右 現在還是4.9 其實還是很大 那是車子喔 所以治安你有14點多的Kager的情況之下 新進的人的機會是很大很大的 因為他每一年會成長14%啊 所以會有很大的機會去留空間給新來的人 所以cyber security在automotive的這裡面 基本上我覺得是機會很大的 尤其台灣是一個基本上比較被trust的 那我們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才 只是沒有很好的被well organize 我們怎麼樣去好好去organize這個力量 然後以國家的力量是不是有機會去做出一個 比較有競爭力的做法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mobility living lab OK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mobility living lab 我們看幾個例子 這是張斌的實證場域 OK 就真的有車子在上面 真的去跑 可是我們也看到了 在cruise裡面他去用虛擬的驗證 所以虛擬的驗證也是一種成本比較低 速度比較快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也看到了阿里 OK 這可能節省時間 那我們也看到阿里 在虛實上面他都去做認證 先在虛擬上面去做完practice之後 然後實際上到馬路上去送或去做驗證 OK 那這是非常有趣的 我們怎麼樣去有沒有辦法 因為虛擬還是一個比較節省成本 或是速度比較快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配合 像剛剛講張斌 或是說我們現在虎頭山 或是說我們現在政府已經在沙倫裡面 做的那些東西 怎麼去配合他們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目的 所以你可以在 你可以把虎頭山當作是汽車教練場 OK 那你可以去把沙倫當作是監理站 那你可以把我們的Foundry當作是工廠 你可以做一些component 這些component可以放在我們的EVPi上面去做測試 去測試你的idea OK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OK 所以我們就跟MIT的Media Lab 然後我們跟像奧義 然後我們跟中華資安 然後我們跟公營院 我們跟支撤會 我們就希望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一個Cyber 跟Physical 一個Fusion的一個實驗室 所以裡面會有一台EVPi OK 那基本上它是Open Source的 OK 所以未來大家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去發想你的想像 所以一台車子居然已經數位化了 就表示說你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去發想 因為數位化就是可以Manipulation的意思嘛 對不對 以前機械的東西你很難去動手腳 但是現在數位的東西你可以加 好多好多的想像空間進去 你可以Plugin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到底 OK 安不安全 那你可以先來玩玩看 OK 所以我們會希望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東西目前我們先以資安為主 未來當然是AI跟通訊 半導體都會放進去 所以現在是先以AI為主 不是先以資安為主 不好意思 OK 那這是EVPi 這是基本上從MIT的PEV去轉換過來 所以利用MIT的基礎的那個技術 然後我們把車子的東西放上去 所以原來還是按照MIT的那個module 去把它放進去 所以現在就是請PK他們想辦法 我們在還有跟MIT還有AIT現在也在幫忙 我們怎麼樣把去做MIT 因為大家知道MIT ATTACK的現在的手法 手法的那個就那個framework非常的好 未來大家可能都會follow它 所以我們希望用那樣的一個framework去創造出 那個atominus vehicle的模型 希望台灣能夠在上面 能夠有一個聲量在上面 然後去創造出這樣的模型 讓大家來做測試 那基本上這台車子是慢速的 慢速的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說EV跟Robotics可以同時 在這個上面去做實驗 那就是EVPy的 那左邊我們就大概按照現在MH的一個分類方式 我們大概分出來 我們現在有這些軟硬體在上面 有很多的sensor都在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用這樣一個平台去測試你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是稍微期待一下它的出現 OK 那這是目前正在建的一個mobility的living lab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到時候會create一個community 希望大家可以在上面去share彼此的idea share彼此的經驗 或是提出你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是國際化 所以我們在跟MIT在規劃 怎麼樣去營運這樣一個community 讓大家可以在上面去share很多的分享 那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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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這邊有一個QR Code 大家可以去希望可以加入 就是我們的一個YouTube上面 我們會不斷的去放新的消息出來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資源還是非常有限 所以可能就是大家如果加入的話 我們那邊如果有新的information出來 我們就會在上面去播放 去讓大家看到 那希望能夠彼此之間大家可以互相 把這個產業做起來 因為真的在治安玩了30多年了 所以我們真的很期待資安產業能夠出現 那不要再被大家認為是那種 講起來重要 做起來實際上忙起來不要的東西 OK 那最後最後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P1攤位裡面 那我們那邊會有一些Brushure 還有幾個專門 在現在在製作那台車的人 的工程師在那邊 可以跟大家解答一些問題 OK 那我就先留時間 因為他們說要問一個問題 好 非常感謝李執行長跟我帶來精彩的演講 各位請熱烈掌聲 謝謝李執行長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其實我非常認同執行長 剛剛提到 其實AI其實對於沒有看過的東西 基本上他只能找他覺得最像的地方 來做決策 所以這OS是一個問題 那在EVPi我們期待未來 其實汽車的研究的門檻其實非常的高 我認為非常高 因為光一個GPS模組 加上IMU或是LIDAR 那個可能到上百萬的等級 我們GPS 汽車GPS 跟我們手機GPS 完全不同等級的東西 所以透過EVPi這樣子的一個Model 說不定可以讓很多新的朋友 可以有機會可以踏取到這塊領域 好 那時間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現場開放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 有問題的呢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EVPi我們希望能夠降低整個門檻 本來說實在 新創常常有很好的點子 但是實在是 有資金是不夠的 那有沒有可能利用這個平台 可以降低你很多很多進入門檻 讓你的東西可以直接被實驗被看到 對不對 所以鴻海最近的想法就是 我們不希望關起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太大 太大太大 不太可能自己做 那要做就想辦法台灣一起做 那台灣一起做 必須要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 讓大家有機會發揮 所以我們現在試著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非常非常的粗淺 就是這是非常非常 非常draft的東西 那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其實也是大家這邊腦力激盪 做出來的東西 也許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engage 進來 讓它變得更好 有機會的話 這個平台沾上國際舞台 這是台灣做出來測試 那台灣基本上 只要做出來的產品的治安 請大家trust 所以MIT Brand 其實是我們最後真正的目的 OK 好 我們把握最後10秒鐘 我看還有沒有來賓想要發問的呢 好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次的熱烈的掌聲 謝謝李維冰 李執行長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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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